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投资轻松聊 我是林晨颖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单元跟大家聊 关键字绿色跟ESG 什么叫关键字呢 在先前我们跟大家提过说 投资的时候要掌握到长期的趋势 那有些长期的趋势中间又有什么差别 有的是已经发动的长期趋势 所以我们这里如果不是讲ESG 讲5G哇啦啦当然就很熟了 对不对 5G呢从这个去年底 望到今年的话可以说是抢抢棍 但是5G的相关产品还没有真的非常的普及 投资就已经开始抢抢棍了 那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看到5G的时候 你去投资5G的话 一定不便宜啦 那么也因此呢如果长期的趋势 那我们又希望说轻松的研究 然后轻松的去做投资的话 我们就要看得更广看得更远 才能够领先市场来做布局 所以这边的话跟大家提的就是说 我们不是讲5G啦我们就讲ESG 那到底绿色跟ESG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这是广义的绿色产业 其实很多产业都可以我们把它当成绿色 然后举例来讲 比如说制造业的话呢 你有做一些清洁的生产的改善 那金融服务业的话呢 跟绿色的产业去做这个结合 然后服务业的时候呢 你又把绿色产品包装的优先作为一个考量 比如说最近有一些什么减缩活动 类似这样 那旅游业的话呢 推动永续式的旅游 然后呢保护环境敏感的地区 换言之各种产业都有可能变成绿色产业 这是广义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么如果呢 把这个大方向的话 我们把它给看得更广的话呢 就常常提到说 企业要对社会要尽责任 就CSR 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 简单的讲就是说 企业要取之于社会 用于社会 以前我们讲说企业的话呢 就帮股东赚钱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强调说 不只帮股东赚钱 你对社会跟环境的永续发展的话 要有贡献 这才是一个企业要尽到社会责任嘛 如果只会帮股东赚钱 那就会产生一个情形 像先前的话 就有工厂把这个废水排到水里面去 所以它可以降低它的污水处理的费用 但是呢 它伤害了用到这些污水的所有的居民 那这家公司赚不赚钱 赚钱啊 因为它的成本降低了嘛 但是呢 它伤害了其他的环境 跟其他的居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企业其实要尽到社会责任 才是一家优责企业 那根据国外的研究 像这样的企业 其实它长期来讲 股价表现会比较漂亮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么呢 在现在的话 开始大家慢慢的把它给定义更清楚 就是环境 社会和公司的治理原则 我们把这个刚刚讲到的企业社会责任 把它给扩大 就CS啊 扩大的话呢 我们讲的就是ESG 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的ESG 强调说呢 这个企业应该要把环境 社会责任跟公司治理的话呢 纳入你的投资决策的考量 E就是环境 S的话就是社会 G的话就是公司治理 所以大家有没有慢慢的发现 像以前的话呢 这个公园啦 或路动的问题啦 这个是政府的事情啊 但是问题政府 每天要做这么多事情 有的时候他做的都比较慢 我们慢慢的发现说 有些企业他任养这个公园 他有志工 然后他去做整理 那有些企业的话呢 他们在假期的时候 会跟他们的员工去做清理 三或者是呢 这个把垃圾减少的这些的动作 那这就是企业正在尽他们的责任 那有时候是为了企业的形象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其实扩大来讲的话 就是所谓的ESG的原则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如果比较狭义的 就是我们定位的 比较 比较精准的 那像什么 清洁生产技术啦 回收再生资源啦 或者是再生产品啦 那开创一些环保材料啦 环保技术啦 或者是说呢 再生能源 跟他的系统的制造 比如说捷径能源 外面就像以前有点 像这个替代能源 像现在台湾正在发展的风电 或者是像先前 可以说抢抢棍 那么后来的话呢 因为价格跌下来 所以相关的公司都 进入整理的叫太阳能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类似的产业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在投资的时候呢 在企业经营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他要做一个报告出来 但是报告的话 那我报告怎么做 我今天讲 我公司很好 我每个礼拜 那我都去 减少海滩上面的垃圾 各位那这是一个 但是另外一间讲的话 就是说 我把我的公司的电灯 都换成LED 我们做了节能减碳了 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但是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准则 来去做一个报告 所以就出现一个叫做 GRI的报告 那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 然后它发展一个叫做 可持续的发展报告 那现在越来越多人用说呢 这用它的原则的话 去编这些报告出来 那讲它如何在做 可持续发展这块 它就会比较清楚了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 PRI 负责任的投资的原则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企业经营的 但是你要投资的时候 你要买这些公司的时候 有可能你还是要了解 ESG 所以所谓的PRI的话 就是说呢 它会专心在了解呢 环境 社会跟治理 就我们讲的ESG这些的因素 那并且呢 支持相关的国际的投资者 他的签署啦 然后把这些因素 纳入他的投资 和所有权的决定里面 那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越来越多的机构 法人持有者的话 他觉得说 我今天既然要投 我希望我投的这个公司 对我们的社会 对人类 对地球的话 它是尽到一定的责任的 而且根据统计 他们的表现也会比一般的 企业的话呢 长期来讲 绩效会比较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去重视 然后呢 去重视ESG 好的 这些公司 那把它当成是投资原则的话 这个原则就叫做PRI 那越来越多的企业 往这里去走 好 我们看下一张的投影片 那么呢 大家就说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呢 而且呢 我怎么去研究 我们刚刚讲到的东西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 也不是很了解的 那怎么去研究呢 那没关系 好 ESG的话 因为它在国外 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 所以相关的ESG的话 就有ETF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这边呢 有很多 有几十党的公司 所以我这边 左边列一大堆出来 右边列一大堆出来 各位 那它们中间着重 有点不太一样 有的是着重在 我们刚刚讲到的原则啦 有的是着重在 它的股本的大小 有的着重在 它们的成长性 但是基本上都是要遵循 或者是重视 ESG的公司 就是这些ETF的话 会去投资这个族群 长期来讲的话 我们提到说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 而且会持续的方式 而且从国家 到企业 到个人的话呢 都陆陆续续的 越来越重视 ESG这个范围 那这样子的话呢 相关的族群 长期就值得您做留意了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